香港乐坛近年有不少后期之秀 而这一位出身于TVB选秀节目 《声梦传奇》的女歌手绝对是实力唱将 同时有傻奸奸一面的她被粉丝称为火星女神 说的就是严明熙了 严明熙原名黄家印 后来再改名为黄龙熙 严明熙出身于香港 早年成长于游堂 中学后举家搬到将军澳 自此在这个地方长大 由12岁开始她就在音乐学校学习唱歌 2018年一人连夺7个校制歌唱比赛音乐奖学 14岁音乐学校请来改名师傅为大家改名 严明熙就此弹杀 2020年参加TVB《声梦传奇》 成功于总决赛奪得专业评选大奖 观众逸选大奖及总冠军全其新星 成为三秒冠军 自此歌唱生涯《评报星云》 特后代表香港参加内地歌唱节目 《声声不息》 《人气》继续急声 大前辈例如林子祥、叶善文、谭校长 都对严明熙大赞有加 大家又怎看这一位00后实力唱帐呢?